北海岸的金山地区总共有五个公共浴室 其中金包里公共浴室由于临近金山老街而最为人知 并且是由区公所在进行管理 而其他四个分别是在黄港还有水尾地区 地方民众就表示这些公共浴室的管理上就有人力不足的问题了 因此希望公所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援 而公所方面也表示目前正在研议委外管理 希望可以借此有效进行公共安全还有浴室品质的维护 金山地区因为温泉的关系早期设有五个公共浴室 算是地方的一大特色之一 其中金包里公共浴室由于临近金山老街 最为人知由区公所管理 而其他四个分别在黄港有三个以及水尾一个 我们金山区有特别的地方的一个民情 我们区内一共有五座这个免费的公共浴室 那么长久以来都是由乡公所区公所在负责这个维护 这个以及增加相关的设备 那管理上有金包里公共浴室 以往是由区公所来做管理的 那么有黄港里的三座 还有风雨里的一座公共浴室 是由我们里长跟社区来自主管理 地方表示公共浴室分别为公所以及地方管理 而在能力上有所不足 因此希望公所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 而公所表示目前正在研议委外管理 希望可以维护公共浴室的品质 这个地板的防滑 还有以及手扶梯 以及我们的这个温度计 时钟计 以及整个公共浴室内的有关的通风 以及相关的一个卫浴设备等等 我们都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更新跟加强 那么未来我们在有关每一个公共浴室 里面的一个有关管理 或者是说由社区里内来认养的 这个一个制度的建立 未来我们公所会跟相关的里长 来做一个好好的一个规划 来让我们乡亲能够更方便 然后也能够更舒适的 来使用我们金山区特有的公共浴室 金包里公共浴室由于临近金山老街 作为人知 由公所管理 每日的上午5点到9点 下午4点到8点开放免费泡汤 大门左右分为男女汤 但必须要自备灌洗用品 多为在地居民使用 接下来我们将金山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